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调整完手机的画面之后 我们当然就点首页底下的发行 然后点选选取取代 接下来我们只是把这些资料上传上去 你们猜 因为这个登革热里面资料很多很多 但是我们假设100MB 那数字画面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猜 因为人家软体都写好了 所以档案大小都不大 真的都不大 因为有一个叫做4J 反正如果你没有机会 想要将来自己去写 我还宁愿你去稍微学一点滑这个东西 好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个档案都不大 那这边是不是有两个 一个是取得深入资讯摘要 就是去看一些什么 或者是发布之后 你可能还要做一些什么求助的事项 这边说明文件 这边都有 还有一个在Power BI中开启 登革热资料分析点PBIX 请问一下 这句话你怎么解读 反正你从中文的意思就是说 那是不是在这边打开 Power BI去打开 这边的意思 这边意思跟这边意思稍微有点注意 Power BI 我刚刚说过它是什么 Office 365里面的一个APP 就是重点在这边的一个差点 所以在这边我不晓得你怎么理解 我们点它的话 它其实会打开一个网站的一个画面 就是让你去做管理 你发布的这些网页内容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点这一个 点这一个 你有看到 你现在是不是会取得一个网址 这边它会邀请你先登入 对不对 那我就先登入 已经有账号了吧 登入 所以接下来我就去输入我的 然后登入 其实这个画面我要特别跟你讲 是不是就是Office 365 对不对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您看我这边 我登入的是一个Power BI 我的工作区 我的工作区有看到吗 Power BI 这个网址重不重要 这个网址我先复制 这个网址我先复制 然后如果说你把它寄给别人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网址我们先看一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因为这边牵涉到你等一下到底要给别人什么东西 给别人是一个网址 是这个网址吗 我把附属用程式里面记事本 我把记事本的字型稍微放大一点 让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前面没有问题 一个组织 然后自己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 一个云端的一个空间 就是它放报告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会帮你帮每一个人都创造一个 一个资料夹 那个资料夹呢 会因人而异 这边一定会有差别 然后后面都一样 就是第一份报告 可以吗 第二份报告就叫做什么 Report Section 2 3 以此类推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会不一样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先告诉你这件事 那你把这个内容复制 假设我开别的东西 我现在是不是打开别的浏览器 选它然后贴上 这会变成说 这会变成说 他要求你去登入这个Power BI 而且要登入谁 登入我 你不可能有我的那个账号密码 对不对 除非一种可能性 除非我分享给你 我分享给你 你还是要登入你自己的 你登入你自己的 然后去查谁分享给你 可以了解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牵涉到云端硬碟的使用概念 反正重点 你不能给别人这个位置 你给别人这个位置 你可以长官这个位置 你的长官他会 他会知道怎么登入什么Power BI 不会吧 这就是问题了 好了 那我这边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我刚是不是点这个发布 然后点它 然后跳到我这个位置 好 那我现在是不给宝贵意见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这个工作区 是不是有一个与我共用 嗯 与我共用 你可以把一些相关的人 拉进来 大家 就是那一个人 来跟我一起共用 那 接下来就是 我的 那个网址在 工作区 工作区 我的工作区 报表的登革热 对 分析 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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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点 刚是到这个画面 在我的工作区这里面 然后点党案 发行字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 发行字 web 然后建立内坎 程式码 然后接下来再点 发行 然后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你可以附在电子邮件中 传送的连结 就是这个 才是我们要给别人的一个网址 那至于 这也是他自己编的 这是他自己编的 不是我们可以指定的 这一定是云端 就是微软公司的云端硬碟 他自己编给你的 所以你可以复制 复制 好 那如果你今天 你要做那个 就是 砍入式的一个位置 因为有些人的一个网页 他就要砍入一个 你这些图案 你就要用它 你可以把它贴成一个物件 就是用下面这一个 然后这边是不是看到这个大小 大小 看你要设多大的解析度 多大的解析度 我们就用预设的 然后点选关闭 因为我刚刚我已经有一个网址了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直接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我就直接去 寄给别人 例如说寄给我自己 其实我重点是要 寄到我们那个群组里 我不是要给你们一个群组吗 好 接下来呢 假设我就先随便写一封 中信旗舰人就是我自己好了 好 比如说灯隔热 这个 资料分析的一个发布网址 你要稍微记住一件事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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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了帮助我自己 不是帮助别人 那个竹子 竹子 至少要写个 三四个 key 那个关键字 方便我以后来去查找 这封信 真的 养成这个习惯 至于内容 我觉得还好 因为找内容的机会不大 好 例如说 那个 网址 贴上 重点是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直接 寄出去了 登出 那 因为我没有那个手机版的LINE 可了解 对不起 我没有那个 电脑版的LINE 所以我只能 因为我所有工作都是在我的手机上面 所以我就直接去收信 然后接下来我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 我当然就是把我手机上面那个网址 复制 复制 然后贴到什么 我们那个群组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所以我先把画面还给你 我再重复说一下我做了哪几个动作 第一件事情 我重新发布 对不对 我把手机版我也做好了 然后那个网页版的内容 我都做好了 我就点发布 发布完毕之后 是不是 出现这个画面 然后请点他 请点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就要求我登入 登入 登入 POWER BI 的那个 网页 应该说网页设计的那个画面 好 然后接下来 他一定是用IE打开 因为IE是微软公司的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会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其中 我刚刚发布的是这个画面 对不对 那 这个画面也要发布出去 因为每个画面 他都不一样 他都不一样 所以点选 这个 我的工作区 里面 档案 然后接下来 发行至web 然后接下来 这边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你可以附加这个网页 好 这样可以了解 重点是 你要抠这个网址 你要给别人也是这个网址 这很长 这很长 这没办法 就是选到他复制 好啊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就是 如何取得 这个 发布的网字